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次你顶到三四个小时 完全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在夜晚的指示更久 你睡20分钟 你可以顶到六个小时 精神爽眉 那个人体和大宇宙都挺神秘的 大家上网可以搜紫午觉 即是指时和午时 在那个时间睡觉 比如有些朋友说 你做工作 特别做电脑工作 你要熬夜 通宵 那你就要选个时辰 睡个二十多分钟 千万不要多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你不要以为冷醒 睡多个小时 你就会撞板了 是20分钟左右 最好不要超过25分钟 交一个闹钟最好 可以睡20分钟 但是你睡之前 你数一量色 数一量色 要不然你很难 20分钟会睡到 睡得着 那你就差不多 你一睡低 睡多钟就睡着了 那20分钟左右就醒 这样才有效 生活很多常识的 生活真的很多很多常识 昨天 先说第一件事 我突然忘了 事源 有位某女士就在加拿大回来香港 就约了喝茶 喝茶大家见面了 我见了很久了 这个女士是很奇怪的 涉及她们香港的奖顾 大家看电影 看坊间 电台 电视 经常说香港四大探长 大家在我节目中也有提过四大探长 其中一个四大探长 肥日B 杭森 都是我的大佬来的 我年轻跟他们 我认为香港四大探长 肥日B 杭森 但香港四大探长的老板是谁呢 我相信真的没什么人认识 今天这个女士就是香港四大探长的老板 她是大律师 她是大律师 这个四大探长的老板是陈昌泉 警司 因为当年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华人做警司非常少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口 譬如你做一个区域警司 已经差不多等于现在中警司的阶级了 譬如港独一个警务署长 香港港岛区一个总警司 就看了整个香港 九龙一个总警司就看了整个九龙 新界一个总警司就看了 现在又说助理警务署长 又高级助理警务署长 又行动副警务署长 现在的编制多到一路加位 以前中国人做帮帮又少 华人 这位陈昌泉前辈 在香港开埠以来 第二个华人被委任做帮帮的 第二个华人做到这个督察级的 现在通街也是 当然 当年英国人都不相信中国人 以前在香港开埠的时候 印度人的警察可以背枪的 华人没有配枪的 到我在六十年代那时候 跟一个探长聊天 全我香港的CID 香港港九新界都包了 都只有四百多个CID 我记得中梁廷的爸爸 都是CID沙展 所以以前华人一做帮帮很厉害 帮帮也是官来的 那些是很小的 官吏都是属于官吏之人 这位陈昌泉先生 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到他后期退休之后 很早退休了 他进去游尖旺区 他都管了 当年很厉害 接着最早在六十年代 我们认识他 陈昌泉和圈鸿 圈鸿那时候做种双 石坚辉 我师父黎东芬 另外还有一个龙子祥 姚牧 创办了中国健身会的 陈昌泉他们 五虎将 陈昌泉很奇怪的 他是华人读书的 后期就战亂了 离开了 离开了 后期就去了美国 一个时间 回来香港 因为英文好 跟着西叔伯去美国 后来再和平后回来香港 因为在美国生活 英文好 英文好 英文好自己有努力 他就升到做这个 做到这个华人的督策 但我们知道他自小 根据他女儿说 他现在这个达律师的女儿跟我说 他家父 不考第一 是很严毅的责备 在怀恩的时候考第三 都要打腾跳 不用了 有多大的事情 那个批范那么厉害 要求很高 他家庭 到现在他教 到现在陈前辈 教的子女儿都很严慌 回来跟我吃眼咒 在聊一段时间 原来小姐 因为大律师 在辞世因为受爸爸的昏徒 学到唱乐曲 给了法少友 都挺难得 在英国 独巴的做大律师 研究那个曲 他跟着白雪红学唱曲 我又跟着白雪红的姐姐 这些白雪红我都跟过几伙 白雪红和白雪红都是白雪仙的包妹来的 就是都是白驱荣的女儿来的 那白雪红又在加拿大 白雪红就都在香港 现在很难得的 一些好朋友 一些细胶的女儿 然后回来 大家都很投缘 这样谈 好了 和我喝完茶之后 我有一个比较很惊喜的聚会 因为大家都听到 我在美国德州 有个养生花园 又要搞禅修 又要搞Yoga 又要搞雀尿 又要搞鸣 又要搞鸣 又要搞孔雀 一大堆的计划 原来人世间 始终不够佛祖的力很厉害 这次我去完德州和沙总之后 看到佛祖的力真的很厉害 他说 英俊 你现在不是年轻了 你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就感应了几件事出来 第一件事 他感应到在特拉斯 有个年纪大的和尚 他将家庙交给我们印度摩菩提学会 我特意去看看地方挺好的 那变成了他那个地方在那里发展 我再给他新的方法 就不用传统的方法去宣传佛学 和宣传印度的医术 如何养生之道 开一些禅房 让别人走来闭关一两天 或者一个星期 因为他有人看座 那变成了整个做这个计划 我又不用做了 有智慧不如乘世 最重要是因为我没有人手 我没有人手 还有我那个地盘批那边 人气还没有足够的 隔壁座加上也有几万人 应该全部都是信天主教 信基督教 那变成了这个特拉斯 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就等他们来学会 跟长老交修员 我就会给我们一些好计划 帮他们手发展 因为你目的就是做事 既然有人做到一件事 又很逼我心脆 又是半月功倍的 为何不做呢 就变成我自己不用做了 非常开心 第二件事呢 就关于孔雀和英雄的问题 原来孔雀呢 很难让的 我寿命又不是很长十几年 但那些粉便都非常丑 有个特色的 市场价又不是那么贵 因为在美国呢 有些漂亮的英雄 卖得贵的 卖到三几万元美金 但是不容易养 我又在美国找了很多专家 到处打听 看看怎样搞 怎样成 资料不够 我唯有回到香港再想 突然间有个奇缘 我早三四日前 我在坐地铁 我去完西贡做facial 探一个学生 因为他搬地方 我顺便看看给一些意见 回到彩虹村 转错地铁 碰到一个学生 这个是我们保健班的女学生 来的 陈慧恩 他是隆敦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博士 兼医生 他都很险虐 学很多东西都参读我们的目方保健班 然后他几年前 他叫了一个女女 报读我那个时候 是识班的 那个女女是很精灵的 听足过那些课程做 进展很快 现在已经上读大学了 读生物工程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聊天 他说 喂 你搞那些小鳥 不是 我有个好朋友 有个是保护英武的会 我说 香港有这样的事吗 原来很新的 我说 那谁人搞的 她说 郭秀雲小姐 郭秀雲小姐 大家如果在看电视剧 看电影都听过这位小姐 她是中德的混血儿 她爸爸是德国人 自小在美国三番茨 独书成长 她爸爸是美国的 德国籍的人 那我说 那我不如去 他家里养了百多只英武 未计在其他捉回 那些削鸟墙 另外一个 我昨天看过 就非常很惊奇 那真是有这样的惊喜 我刚刚涂了 又要找专家 又要了解英武的生态环境 又怎样跟着 不简单 那我昨天 就跟 Cannin大律师 整晚就 跟着就进去 元朗 我由七十年代 做新界的农地出生 我收靠Letta B 最早我在新界炒地 会不知道 在元朗 那里 有一个 英武牆 是私人的 他不是做生意的 原来那位送中的先生 是大埔那些原居民 他家父在七十年前 就买了一个地方 在元朗 他们不是打算做英武的 他们到处买了一些地 他爸爸 有一幅就在元朗 那里 有七万尺 那到 钟先生摸了手之后 他无端端 他家里有养十只八只 突然间有兴趣 想扩大一些 他到处去考察 到处在国家 考察了英武 那些环境 搞到现在 他是私人的 那些纯粹 南美洲英武 又养那些金钱龜 又养那些橡龜 又养那些橡龜 很多东西 又养了那些西藏的狗 哇 那些很害怕 那些人咬人 我去到那时候 他立刻收回那些西藏狗 很大隻 那我去參觀 原来郭秀雲小姐 又有一些漂亮的英武 放在那裡 就委托他幫他照顧的 郭秀雲小姐家裡 有百多隻 在香港區 那我想想 如果家裡有百多隻英武 那真是很大件事 我相信一天不用睡 養幾隻 我昨天去到看到 真的養幾隻都不行的家 哇 那些聲音吵了很厲害 不停 好不好 跟著了解了那些英武的雜性 怎樣 哇 一了解一件事 現在不敢鬥 我現在在香港 不敢讓自己 你買幾千元的英武 你千萬不要制 你打算他病了 你扔掉他就無所謂 如果你買一隻十幾二十萬 我們昨天看一隻藍英武 藍金剛 差不多香港要四五十萬 那你有病你當然幫他看 不然你很肉赤的 照一照Xarray 都成三千元 尾醫 打好針做些藥 那你就五六千元 第一次 我不是說郭小姐貴過人 那是呀 英武體病貴過人 還貴過其他寵物 因為香港少過那些雀鳥醫生 香港好像說只有三檔這些醫生 有在那些叫奇珍二壽的 招牌裡還說 真琴二壽的有幾檔 沙程有一檔 非常貴 很大件事 分分鐘 這些十萬八萬雙風感冒的雀鳥 十萬八萬是很濕碎的 原來自己真是 幸好在德州搞不到 搞到就還沒到尾 昨天看到很多他們那些很漂亮的英武 又學會了很多上色 自己不停在那裡學習 好了 那現在呢 在這方面呢 我就會Camping 那現在呢 我們沒有技術供應 還有很難照顧 這些鳥仔和孔雀都很難照顧 那我又不用搞了 那一跌了心水呢 我會研究一下 是不是真的搞到那些鷹鵬呢 他再進步到 那個語言清晰一點呢 因為我想將它轉孔雀 我會研究一下 他是沒有這樣的人才 除非有個大學研究所幫我合作 我就可以跟他們一起 將那個孔雀怎麼說話 你用我古印度的Yoga的術呢 擺下去轉移了那個鷹鵬的功能 給那個孔雀 開了那個孔雀的腦 但沒有啊 香港沒有 香港現在大學都沒有受醫毒的 是最近成大好像說 早兩年才開了當秀醫 但更加沒有那個酌尿的醫生過科讀 這樣就站在那裡了 好嗎 現在又唯一呢 就說我先教那些鷹鵬 容易上手學的東西 還有教他們怎樣有些治療的精神 因為它很怪的 比如你養一對鷹鵬 一攻一拿呢 如果你過去摸一下它 要先疼它 要先疼那個鷹鵬的 你手一摸下那隻鷹鵬 那隻鷹鵬飛過來 嚇死你 嚇死你 我這麼懶惰的 我這麼懶惰的 我昨天看到 很神奇很神奇 阿鍾先生教我的 我昨天 那個先生不行 你一摸一摸一隻鷹 為什麼大哥 都不懂分工地摸 不是很懶惰的 很多常識 人生真的不停學習 非常開心 原來郭小姐那個 保護鷹鵬會 是怎樣運作呢 原來市場上 很多人買了鷹鵬 他自己很信心 以為鷹鵬很聽話 突然間疏忽呢 在那個屋裏面 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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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們 很 很憤怒的 人家很心愛的 寵物走了 飛走了 報警又不是 你報警都幫不到 沒有了 那不明了 郭小姐她這個 保護鷹鵬協會 就說 有一個平台的 只要你那些人 那些小鳥 不管你什麼小鳥 你走了之後 就扔上平台 那麼他們呢 就有人知道 你的地點哪裡呢 就會派人幫你找回來 找回來 交給那個主人 好 但有些呢 就量重了 她自己放棄了那些小鳥 放棄了 她不是說 她自己的小鳥 偷走的 她放棄了 不要了 拿去飛去算了 有些是受傷 有些是病 變了要抓回來 又幫他們治病 所以他們治病的錢 花很多 這個MGO 她很熱心 一收到資訊 有人不見了 小鳥 就到處幫她找 又成了 是專入這個服務的 大家可以順便去搜尋一下 那談起 我們吃飯時間 原來和郭秀雲有兩份冤緣 第一份 她媽媽的前夫就是陳克夫 白學派的白學三夫 其中一夫 陳克夫 因為自小 就跟陳克夫 就當師父那樣 就跟陳克夫學武記 郭小姐 我們大家姓郭的 當然親切些 就談起一些 當年陳克夫和郭秀雲比武的運事 那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又是真的很奇怪 緣分真的很古怪 然後她的先生 龐先生 龐傑 是她第二任的丈夫 她最早說嫁錢小豪 郭小姐 離了婚之後嫁給龐傑 龐傑 就是龐鼎元的公子 第五公子 一說起來 我六十年代 在龐鼎元的公司打工 邵永鋼鐵廠 調景嶺 拆船廠 他有拆船做鋼鐵的 我在那個拆船公司 就做engineer的部分 就是有學習的 有學習的 有學維修的那些 泥頭貨車 起重機 Caterpillar 拖拉機 DOS 又做那些等船 那時候學習的東西很豐富 在調景嶺 我在那時候在那裡打工打了兩年 是六二六三年的時間 我在調景嶺 就是這個 這個邵永拆船廠 後期他改了叫做邵永鋼鐵廠 他將買回來的大的油船 大的貨船拖到那裡拆了之後 然後再提煉一些鋼鐵 所以香港的邵永鋼鐵廠很成功 是龐鼎元先生 我就幫忙打工 現在這個龐傑先生 就為郭小姐的丈夫 現任的丈夫 兩份的緣份在那裡 幫我解決了我對英武的憧憬 怎樣搞英武呢 我原來也是不能鬥 力有不敵 除非我找到一個雀鳥 在大學有雀鳥的研究院去合作 才這樣搞 那不就撞板 免得失誓 好了回報了之後一想 哇佛祖厲害 我在德州的花圈一轉移地場 一祝福加持 一聲下雨 然後做幾個現象給我 小朋友你不要搞了 你不要當自己是十八隊才行 你今年不是十八隊 你搞了之後還不到尾 自己要辛苦搞你搞 那變了轉了一個計劃 將來會利用那個 如果他那個 塔拉斯的字廟接收成功的話 我就會利用他幫你搞一些很 很痴迷的平台 很痴迷的平台 就不用他們 憎人 那些憎女 傳佛法的幫忙 這個到時候我會幫他們 搞一個很 很前衛的平台 可以擴大那個層面 將佛學有很多推廣 還有將佛學的精華 要過濾了 有很多人沒有那麼多時間研究 當然你想研究的 你就介紹日研究院 或者介紹我們蘭卡的銜售班 但普通人真的不需要 太深奧 法學非常深奧 你就看人世間自己看好家庭都不容易 你解決自己家庭的矛盾都不容易 即是兄弟姊妹父母 外父外母 老婆之間的人事的關係 因為你擺平都不容易 何況你還要擺在社會 搞參思不齊 對不對 如果叫你搞中東的問題 你真的上帝都不行 自己不可以做大的 所以我就會教大和尚 根據我現在的社會形勢 所設計的一些程式出來 就符合這個世界用的 這個就是很開心的 這幾天發生的問題出現 我是非常開心的 也都是很欣慰 就是說我在德州的班院 得到在德州侯斯頓的同學 是非常真誠 是非常認真 來幫我打點到很多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緣分 如果沒有他們幫我 當然我又不會有事 通常我在世界買一些物業的地 沒有人理會 我就當爛地擺在這裏 好像我在海生威那邊 我去邊境那些 一百多平方公里 我怎麼打 不要搞啊 一百多平方公里 不是一百多毫 沒有啊 你看見那些習慣 擺了幾十年了 和你的兄弟拍檔的 是不是 兩元請我去買一下 當年 是不是 但你百多平方公里 很大嘛 澳門都是六平方公里 百多平方公里 你開車 嘆嘆嘆轉 你都要開車 很長時間 一大堆 現在聽說那邊 有一條鐵路 開了 那些東西升水 同樣是 你賣了算了 我都 柔硬角不留職 這些新外物 我在東歐那些酒店仔 那些大廈 我現在都在賣 什麼都賣 哎 不要搞啊 佛祖都叫我 不要搞那麼多 好了 回頭 德州發言 真是感恩 真是多謝我們學生 對我一份真情 這份真情不是世間錢賣到的 有人之間那個資深不是錢賣到的 看我和中國黨部長幾十年的工作 說盡在不言衷 在德州我的同學 這個學生和我之間很多東西都是盡在不言衷 非常開心 因為我的工作可以有一個新的計劃 新的計劃 新的計劃 德州反而我將會又租又賣 為了減開了又怎樣賣 還有會盡量爭取 他那裡就沒有限制的敗土地 有一個默契等一些特別的項目 會放下去看怎樣做 帶動那個德州的一些經濟 就應該有因緣的 因為很奇怪 就是佛祖是有感應的 我經常都不夠信心 對那個轉地場 呼風呼語的法術是壯彩的 但這次非常有信心 因為我有些法器沒有帶他 但他都有感應 我知道是誠那個字很重要 知道佛祖經常講正念 正行的力非常大 等於說我出門我要行法 什麼都沒有 鏡又沒有什麼都沒有 怎麼搞呢 因為我這次沒有帶鏡 為什麼我看著鏡一路照 一路照出整個地 和周圍照 借鏡的反射力 那套法器就更加沒有帶 但原來不需要的 只要你真是很誠心 我心力很強就行了 等於以前我們在 有一套比較秘密的法門 什麼都沒有 那你一看著手指弓那個指甲 那個指甲可以反映 就當指甲做鏡 這個叫爪鏡 這個叫爪鏡 爪 鏡子的鏡 一幅鏡 這個可以用爪鏡來行法 還爪鏡 可以用爪鏡來幫那些大的佛陀 或者大菩薩那些地方開綱加持 這個都是比較深奧的佛學 固且不表 現在很多世間我自己是遺憾的 有很多東西傳不出街的 但是這次在德州 也有很多學生很熱心去學過我們 那個肥大醫術 很欣慰 將來你會慢慢搞多些給他們 你不要說做醫生 你多點常識 幫多人保健 那些很欣慰 幫人少點病 就是自眉病 你不要等你有病先醫 提防止藥 沒有病 在那邊應該集中精神搞這些工作 還有集中精神推廣那個 做印度電影的工作 在未來的工作方法 花花為假 將花園怎麼設計 變成純粹商業的用途 全部講錢 再有因緣的 再有因緣的 在別的城市 紐約 三藩市 其他地方有便宜的地 我都買一些 因為既然我有這樣的方法 做完之後 那幅地升了水 買了就算了 就不用私生了 好 講完這些花碎事 就講一些別的事 好 回來第二部分 就講一些時事 時事 最熱鬧當然是我們習先生 出房跟拜登見面 在個人來說 無論他成功失敗 我們都是有個好的願景 中國不單止跟美國做朋友 中國政府更加要跟歐洲東協 全世界做朋友 這個是善良的願望 我相信中國政府都有這個心 想跟人做朋友 但是他忘記了交友之道 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先生 包括你的磨聊 你的下面的官員 你到處敲門 叫人幫你互相來往點點 要交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交友之道呢 你想維基百科 或者百科傳書 最好的 講到朋友之道 你就要看那個牛鐘字典 牛鐘字典解釋那個朋友 不簡單的 不是說隨便認識就是朋友來的 你中國共產黨 你有沒有執行過交友之道呢 就算你不用英國 牛鐘字典作為指南 用中國人交朋友 有量有多盟有值 有量有多盟有值 你中國共產黨 可以幫別人肝膽相照嗎 朋友真的要肝膽相照的 我有些朋友真的幾十年 到現在不用說話了 一個電話 有時就有時就有時就有了 不說理由的 OK,那就下班了 不會說多一句的 正式朋友 說不行啊 不會說為何不行啊 甚麼甚麼不 我不行啊 差多少錢才行 說一個錢 行你來拿 這樣的 但這個都是低檔的 不同度新度生就更加厲害了 朋友不容易做到的在世界上 如果一拍板到人家是朋友的话 你有种道义在这儿 其他就叫做识德 弹弹之交 所有在我们的通识的增广言文都有讲 相惜满天下知己能几人 人生很难遇到的知己 我希望我们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你们要反思 你出去说经商 说超商 说和世界各个国家共产共赢 互利互惠 你用个什么心去帮别人来往 你搞战狼外交啊 大佬怎么做朋友啊 那变成了死狗 一只狗就走出去 好了 他这个集白会做错哪件事呢 我个人说你错 你中央政府或者不认为是错 但大家可以研究 我说你错第一样 你去帮美国佬讲数 你未去而已 就跟你买几百万灯 又买几多个波音机 你已经舍头住给人了 就好像给买泡费 博人家有线来跟你聊天 全部错 你看到习先生下面 完全没有志谋团的 我要买东西说完之后 才决定买不买怎么样的 你这样说了 你走来试好了 你走来求我了 你求我之余 就做一些动作 博我好感 博我放你一马 你说买不买戒 策略上全部错 第二点 大家听到他经常说台湾问题 中共 又叫美国不要给工具 又叫你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又叫你欧洲世界 西方世界不要干涉内政 台湾我们中国部分 既然你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说呢 那家屋都是我的 我什么时候拿回 我什么时候收回 我洗澡跟你说 既然那些人八月 那家屋不走 我就扫人走去 习先生那些谋谋 那晚蚕臣 那晚蚕臣 你不懂事我不肯怪你 习近平 你问你这群马仔 没有想到这个点 既然间口声声 台湾是中国领土 就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地方 我要收回 既然收 如何收 回外出那些余佬差事吗 是吧 你必须去理他 你必须去理他 你必须去反驳 说他江涉外政 说这些无论谓 我自己的地方 我自己的地方 我最经历收回他的手 关什么事 这个很重要的观点 习近平 你问你哪里 有个性格的这样说法 日日夜夜都在说 自古以来是什么物物 既然自古以来是你的 你理得那些人说什么 我便派军队进去拿回 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用不用军队好 谈判我什么 都是我自己中国人的事 我洗擦你这些余佬说了没有 你什么要自己开声 你们不要干涉我 又不要干涉我 又不要干涉什么 习近平 你便小了 七十几 七十一 还有你习近平身边的王毅 那些乞丐弹散 一堆牟利 不死没用那些人 如果我做你的位 捉了那些人 就凌古塔 荒阳 起码要走去华为养猪 这些乌家产 王滬宁 张维伟 金铲铭 这些乌家产 王毅之流 杨洁篪 外交部 这些乌家产 全部拿去送去华为 养猪 连这么简单的理由 你想不到吗 既然那个地方是我的 如果我们被人用了 我不承认他的佔有权 我随时可以收回的 我用不关你 这鬼跟你这鬼都说 跟你说 你睡醒了吗 习先生 你睡醒了 睡醒了 好了 接下来说香港一些东西 现在中国政府全面性 他跟美国修好 你香港就是生爱兵 在帮倒门 扮个宗正 说爱国爱党 吵圈巴闭 睡醒一点 你跌了三十九 香港的经济 但香港经济 你无能力搞 你弄这种团地球 是吧 小超人 做特首 那就多个赞 你有良产吗 香港经济 你强积筋又蝕水 我都说了 找个卖菜婆 看档 什么都不识 又不识字 随其拿到银行 定期 都收三四厘 你怎么会蝕本 你就是这样的 立法会残臣 全家产 你有没有负商 陈茂波 你输过二千多亿 你怎么投资会输 你给一份报告来 有没有人做 没有 你做公积金 看着那些人 做公积金 会输 那些老百姓血汗钱 大佬 你说输 全世界都引人笑 是吧 不通的 不通的 好了 你香港那些楼市 好好方法去搞得好的话 如果你一年前 你懂得搞东西的话 中国不会倒的 你搞香港的市 反射回去有力的 到现在 你香港银行出事 被国内的房地产 按贴做生日拖累的 你懂得走位吗 你这个老百姓 权地坡 财政司 叫人不要call loan 你不要离开银行 那些人客不供楼会 不call loan 你睡醒了吗 昨天说老百姓 还没睡觉 你快要睡觉 特首超 你这个人不炒我 我包你陪伴 不是碰你的 好 是这样 你被拒练тер 我来说 是好 有机会 不是 是你的 是 又有机会 你不要 你 那个 是 你 摇 是 不是 你 我一隻肥腸 吃不吃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